这次值班也不例外,因为51岁大剑来到了检查室,说假了鱼刺一天了,刚开始大口拖了很多班团进去,可是现在拖延还是不舒服,所以来就诊,猴警没看到东西,所以就要做CT,做了CT出来,吓一跳,石管里确实有鱼刺,不但是有鱼刺,鱼刺还穿出去了,一半在石管里,一半在外面, 刚好旁边就是主动脉,做了增强,看到鱼刺与主动脉相接,很有可能已经刺进去了主动脉,像两张图很明显地显示了鱼刺和主动脉的关系,石管和主动脉有些地方是相互靠近,所以如果卡的鱼刺跑出来刺入主动脉,就很危险,主动脉是由心脏最先发出来的血管,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, 主动脉就是最先接的血管,可想而知主动脉的压力有多大,一旦被刺破,血液冒出,出血胸和死亡,上图可以看到这个鱼刺,有可能已经插入了主动脉,一个五分前不到的鱼刺,足以致命,这个鱼刺要在未定下很小心取出来,并且随时要做好开胸的准备, 因为怕在取的过程,会出现主动脉破裂出血的可能,可信的是,这位大姐的鱼刺顺利被医生取了出来,这位大姐在鬼门关走了一回,她喜极而泣,由衷地说,我以后都不敢吃鱼了,吃饭也不要这么快,卡了骨头再也不平命吞饭团了,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卡鱼刺的经历,不要尝试用喝醋,吞饭菜团,剧烈咳嗽等片方,喝醋不可取,有些人试图喝醋,想把醋泡软,但是你要知道,鱼刺是巧的食管,吞下去的醋只能淋一下鱼刺,并没有泡的功能,也不会泡软,鱼刺没泡到,却把自己酸傻了,吞饭团不可取,鱼刺卡在食管里, 大口吞饭团或者剧烈咳嗽,总有可能让如此一味,插得更深,又可能会插到附近的大穴管去,出现休克致命的危险,文心提示,吃饭应该洗脚满液,细细品尝食物的美味,而不是狼吞护腺,如有不适,即是就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